Hello,欢迎来到阿头阅读 本周阿头要来分享一本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它叫做《与成功有约,最后一堂课》 英文的原文是 Live life in crescendo 它的作者有两个 一个是Steven Covey 史蒂芬科威 另外一位是他的女儿Cynthia Covey Heller,新西亚科威海乐 这是一对妇女联合写出来的书 他的出版是天下远见出版 这本书是作者Steven Covey 把大纲整理出来后 在这本书问世之前 Covey却因为意外而过世了 所以几乎后半部是由女儿 用爸爸的口吻把后半部写出来 所以顾名在书名的后面加上最后一堂课 而英文的书名 Live life in crescendo 其中的Crescendo这个字是音乐中的健强符号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或者是我们年龄的大小 特别是像年长的人 更要有向上的心态 就像书中所提到的 你最重要的工作 总是等着你 有时候我们自己是自己最大的限制 每个人都有选择 当我们选择作者科威的向上心态 我们可以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 陪着我们度过健强的人生哦 那本书因为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中年挣扎 成功的巅峰 改变人生的挫折 还有人生下半场 每一部分阿头都觉得好精彩 而且很发人心思 那我们可以从一个案例中啊 找到自己跟他人的影子 并且从中学习到自己生命的方向 非常鼓励大家 每个章节都可以仔细的读 那非常谢谢作者Covie 跟她的女儿Cynthia 把这本书写出来哦 这真的是留给我们世人最棒的生日礼物 阿头一开始呢 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是作者Covie她怎么样言行合一的 这是由她大女儿Cynthia 角度所分享出来的一个小故事哦 话说啊 因为Covie常常需要向全世界 众多的听众演讲啊 那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啊 Covie都努力的实践她的教导 她其中有一个习惯哦 要事第一 就是她前一本书有七个习惯的 其中一个习惯 而家庭关系啊 就是Covie最优先的一个药物之一哦 在她大女儿12岁的时候啊 Covie就带着她大女儿去旧金山出差几天 因为Covie希望自己在演讲后啊 妇女俩也要计划一起去搭丁丁车游旧金山 然后呢 再一起去吃喜欢的中国菜 最后再回到饭店来一杯热牛奶盛代 哇哦 好像一个很棒的旅程 那期待那一个晚上的来临是一直是她女儿 在后台不断的等着父亲Covie演讲完 赶快那一刻赶快来临 可是啊 就在那演讲完后 后台却出现了Covie大学的一个老同学 结果老同学就跟Covie说 啊我们已经有十年以上都没有见面了哦 我们要不要待会一起吃个饭好吗 当然你也可以邀请你的女儿一起来哦 这时候女儿Cincia就想说 哎 想着接下来开心的计划呢 父亲应该是没有办法陪自己的 可是不可自信的啊 Covie竟然对老友说 鲍勃 这次我们能够见面是太棒了 可是今天晚上啊 恐怕不行耶 因为我女儿Cincia跟我已经计划好一个特别的夜晚 那转头对她的女儿扎了个眼说 对吧Cincia 就在他们妇女出发的路上 女儿就问说 天哪爸爸你真的确定吗 Covie就对女儿说 我们特别安排的夜晚啊 爸爸不想错过 那你也一定很想吃中国菜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搭叮叮车咯 阿头上网查了一下叮叮车啊 叫做又叫做叮叮 这就是一个有铁轨的电车哦 它是行驶在平面道路上面 上下都非常方便哦 那这也是Covie跟她大女儿的关系建立了信任感 所以她教导别人啊自己在家庭里面也身体力行哦 那因为Covie有九个小孩嘛 其实每一个小孩啊他都有这样的优质相处哦 因为他常常说啊感情关系中小事就是大事 那这本与成功有约最后一堂课啊有四个部分 那其中第四部分啊是最震撼阿头的 就是人生下半场 那刚看到目录的时候啊想说 这个书可能会提到就是把人生慢下来啊 然后准备画下一个完整的据点嘛 就像音谱一样见若符号一样 然后到最后就消音就结束 只是是一个完美的结束 可是当阿头读到这一章 没想到人生下半场 竟然也可以向上心态 就像音符中的健强符号 比如说像退休啊 就是在人生特定的时期 结束了所有的工作 我们定义它为退休嘛 可是啊Covie反而建议我们啊 在人生的下半场啊 年龄反而不是问题 因为啊我们最好最重要的工作啊 可能还在未来等着我们 所以呢我们可能可以从事业啊 从我们的职场啊退休 但是不应该从有意义的贡献退休 因为人生仍有各种精彩绝伦的冒险 等着我们 这是书里的一句话 阿头很震撼 那畅销书勇敢活到百岁的作者啊 他里面有提到 有位医师叫做波姿 他是一个受到人家尊敬成功的老年权威 他提到啊 年长者啊 只要能全心全意的生活 不仅可以让人活得更久更好 还可以再充满意义的人生下半场 只要年长者还能做出贡献啊 就可以过着生龙活虎的生活 这是阿头以前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哦 那退休病啊 就是每个人老化的一个会产生的疾病嘛 但是因为每个人老化的速度都不一样啊 可是当我们被告知因为年龄到了 要强制退休 反而会慢慢造成我们身体疾病 还有未老闲衰这些的新阴性疾病哦 所以退休症的解读剂就是什么 就是相信我们人生下半场 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很充实 那只要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啊 就可以告诉自己说 哦 我还可以为了这个伟大的目的而被说 自己被使用着 比如说助人啊 利他 那不是因为过多的空闲时间 反而用来无病呻吟 或者认为自己得不到快乐而怨天尤人 阿头喜欢书中的一句话 原文是 我认为我的人生是属于整个社会 只要我活着 就有为社会尽一己之力的特权 我希望在离开人世前 以充分的被利用 因为我越是努力 就可以活得更充实哦 那阿头读到此处就想到台东啊 中央市场的一个陈述局阿妈 他呢 从13岁起啊 就从台东的中央市场日以继夜的在卖菜 那省吃减用呢 的钱 省下来的钱都捐作公益哦 那他的扇行在2010年的时候啊 还被国际杂志副笔市啊 选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百大人物耶 哇哦 那即便啊 他从美国领奖回台的隔天 他还要坚持上工卖菜 那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哦 非常反映全书的一个重点 这个章节 就是完成想完成的事 然后在工作中倒下来 这是最值得的 那书中提到做志工的老年人啊 身心其实都是比较健康 死亡的风险呢 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科学家强烈的建议啊 付出跟服务他人的举动 本身就会释出一种脑内飞 这是产生一种叫做助人孩这个名词的感觉 所以这些满足啊 愉快还有成就感 都可以抵消哦 很多人因为随着年龄 会慢慢增加的一些压力啊 失落都可以把它冲掉 那人生的下半场 活得精彩的人 人生仿佛就从退休才开始 而不是从退休而慢慢走下坡 那结语呢 阿头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哦 原文是 请相信你做得出贡献 一切都操之在你 要不要行动取决于你 你希望别人怎么记得你呢 你希望你留下什么事迹呢 现在立刻开始采取向上心态 刻意努力 可以使人生下半场 成为既有贡献 成功走向有意义的时刻 只要迈开我们的步伐 事实有一天就会证明 其实阿头读到这边发现啊 人生没有退休 我们可以从职场退休 但是立他助人 只要我们继续做 反而对我们都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这本书啊 不只只有人生下半场这章节这么的精彩哦 其他章节啊 也值得大家去读 那现在这本书啊 在各大书局啊 是仍然居畅销书的前几名哦 大家如果路过书局 一定要亲自去买来看 这可不是只是一个励志的书而已 包含人生 甚至你不同的年纪来读啊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今天阿头阅读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阅读见哦 晚安 拜拜